Hello 大家好,今日跟大家讲一个 不是有人指着我,是讲脑袋的问题 因为这一个是任何人都牵涉到的 是为何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最新有一个研究,这个是国内自己本身 它为了鼓励之下的研究,于是出现了很多外奸 看见这个数据,是发现了一些公开的秘密 完全没有假的,完全也没有敌意的 是中国自己本身希望鼓励一样东西 但结果人家就看到另一样东西 你讲这么久讲什么? 我讲的就是从二十大,二十大现在都有好几年了 从二十大整个年多以来,大家开始看 中央委员,中央候補委员,那时候已经出了 现在计起来差不多接近一年了 好了,接着会有人就会看看这些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 后保委员的动向了 大家就预测2027、21大的情况了 好了,结果慢慢慢慢那个位置、官职的调动 慢慢慢慢看到东西出来了 最新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后保委员 因为中央委员之外还有一群后保委员 这些后保委员里面,首先看到第一个特点 全部是58岁或以下的,58岁 如果以国内一般部级或副部级 60岁退休,省部级是65岁 领导人就不计算年龄了 好了,在20大的后保委员里面 那时候大家计过年龄,现在过了58 一年里面已经有些过了,有些是marginal 即是边缘的,发觉那时候做后保委员来说 即是做后保委员基本上58岁以下,即是换句话说 这班在20大的时候就会上去了 好了,你说中国都是人才制制 跟着人才制制上去的 好了,你说这个不是特点,但第二个特点是什麽呢? 他们现在这批后保委员全部去了副部级的局里面做事 副部级的局包括天文、天文局、海洋局、文物局、铁道、铁路部门等等 因为有一个运输部,铁路变成了副部级的 好了,现在这些后保委员全部是这些包括直属机构 直属机构,国务院下面还有很多直属机构 以前港澳办都是直属机构,现在有党,由党来直属 另外,譬如事业单位,新华社是部级来的,记住 不是副部级来的,但还有很多副部级的 所以这一类副部级的局级单位,后保委员基本上去到那裡当第一把手的 那不要紧了,培养人财 你看香港的公务员都是的,调来调去的 它民官制度、民官概念,你懂得那套玩法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第二个特点 不过第三个特点才是特点,我不要说特别,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才值得注意 就是原来现在这一批升上去的副部级机构的后保委员 有一些升上去坐到这个局的第一把手 二十大的上年后保委员都不是,即是有一批可以上去 第三个特点是什麽呢 第三个特点就是原来这批官员在过去 是很长期的都是事事表忠,不是表态,是事事表忠, 即是有很多,譬如发不发文章、纪司法等等 它的发言裡面的内容究竟是紧跟中央 还是说我好像上次那麽讲,那些专家他转弯抹角 讲了个实质问题的,但是这批官员全部是表忠的 政治表忠,是吧 然后就说在党政意识形态上,他们基本上过去是坐这些位 不是坐技术位的,但他们现在是技术部门, 技术部门当第一把手,这个说明什麽呢 说明意识形态在中国官场裡面 现在已经占了绝对性的地位,第一不表忠 或者你表忠不够,现在你表忠不快不坚决 你的秘书帮你写那篇文章不得动人 那你很可能失分的,现在你看整个去到技术部门 都是由这批以前的官员,即是意识形态为主的官员 来坐这些位,我容华这些官员意识形态裡面有红的 业务裡面有尊的,这个就是文革时期的 叫做又红又尊的标准,但是又红又尊,你还是看它次序呢 是红先行的,不是又尊又红,是吧 那你又尊又红那些可能你不得红,你都不行的 好了,这样的情况辐射到全国,我们再看看中央委员 以至二十大之后,中央委员与省部级的人士的调动 大家又发现了在这个副部级以至是局长这类的文化 去到省部级的了,我不详细讲了,我举两个大家香港人比较熟悉的例子 第一个,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坤明 王坤明以前是中宣部部长,他在这方面意识形态 国内觉得很标秉的,他能够掌握很多意识形态 帮助统一思想,我觉得你从党的角度 我不会反对你的,不过他现在是做广东省委书记 广东省委书记是方方面面的,我不能够说他是不行 但是你要用你的成绩来建立或者抵消以前 大家觉得你是意识形态官员为主的 这个你是要靠实跡的,当然广东现在是全国经济大省 亦都是工业上升,有四个城市已经是 挤身全国十大工业城市之一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以前老本来的,是吧? 经历了那麽多年,所以我们觉得 无需要现在是评价黄昆明,但是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全国裡面以意识形态为首的官员 是占主导地位的话, 那肯定了他们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贡献之余 对实务究竟是怎样呢?这是老百姓关心的,是吧? 好了,我第二个举一个例,就是刚刚香港特首李家超建员 就是徐伦,贵州省委书记,他以前是做什麽的? 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昆明的部长,他是副部长 你说他们就是因为掌握舆论,所以他动释全国 所以他们有料的,无所谓。好了,我们再看徐伦 他以前的工作是怎样呢?他以前是港电总局局长 又是管理意识形态的,有电影去不去呢? 想得到港电局审查电影的部份, 很多年已经转到中宣部了,不是制作的部份 给不给你上演的审查部门呢? 那个部份已经去了中宣部了,是吧? 除了这个之外,随论以前是中宣部副部长, 港电局局长,总局局长,还有网信办的主任, 网信办,网络讯息办公室,以前那个叫做老伟, 叫做网络沙黄。在国内的网络上, 大家可以看到都不能够,总之不松了, 是吧?不断在那儿,有些事情屏蔽, 有些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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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这些情况之下,大家就去观察一个现象了, 究竟意识形态为主, 或者意识形态有贡献,对党有贡献的欢迎, 去到一些全面的实跡的位,要讲经济, 要讲吸引资金等等的时候,效果会怎麽呢? 我们没有先验论,但是这个难免引起大家, 尤其是外资的猜测,以至疑惑、担心、恐惧。 这是一个实情来的,不是说我们没事没事, 官方说外资还来着,多少外资老板都来着, 但是Tesla现在在上海裁员, 所以上海的工人自己本身都不可以压住的, 因为如果是这样,他们自己受害, 上海这个新闻在上海出来的, 在国内媒体都有报的,是吧? 所以大家去看全面的时候就说, 以前李强在上海做市委书记,现在做总理了, 接上去的各地的主要省市的第一把手, 除了意识形态要注意之外, 其他的实务能力是不是也都要注意呢?是吧? 好了,从这点来讲,我们再看阔一点, 最近刚刚国内大力宣传叫做大施政课, 大施政课是怎样呢? 具体内容是怎样呢? 就是首先第一件事, 所有官员、公务员都要讲政治, 这个不用讲。 好了,这个大施政课在高校裡面, 你说高校一早都是讲思想为主的,是吧? 不过最近他推这个大施政课, 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就是排查, 排查?排查是什麽? 排查在大专院校裡面的教职员裡面的思想, 你要讲,即是你不能够你学,你不讲, 现在是排查, 公务员所有都要考试,香港那些都要考的,是吧? 即是有级别那些,有一定位置那些, 你国安法那些要学,基本法那些要学的,要知道的。 好了,这个排查,排查的具体内容去到哪裏呢? 排查到教学、教育日程, 即是这个教程是怎样的? 这个教学活动是怎样的? 你要有记录的, 在那裏查到这些,不讲这一个有没有小粉红举报的了。 所以去到这个排查,那个教育日程, 它裡面很多的,你听过名字很中性的, 譬如是中国与世界, 以前我们都主持一些节目, 中国与世界很平衡, 但现在国内不是, 国内只能够讲东方亮西方暗的。 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大家再去看看, 原来这个大师政科是在去年7月开始的。 去年7月,即是2002的7月20大都未举行的。 当然是习近平的执政十年重要的内容之一。 好了,变到这裡来讲, 大家就会發觉, 省部级、副部级的局全部都是以意识形态的, 或者不要全部,都可能有些不是的。 但这个你看回那个历历之力, 是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连国内自己本身研究的专家自己都讲了出来。 如果不是,我们必须有时候理这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看回民间的反应。 国内的民间反应大家不知道了, 看香港。 香港刚刚最新的一个数据, 就是幼稚园中小学生的人数是跌的, 所以香港缩班缩得很紧要。 刚刚一个数据出现的, 就是2022,即现在新学年你开始报你知的, 2022到现在,这个中小学生一年不见27000, 如果你由2019开始计累积6万8个中小学生无读, 或者不会不给他回学吧? 总之流失了,去移民也好怎样都好, 不知,总之流失的学额是多的, 但是现在这个是少的。 好了,跟着幼稚园,幼稚园是不见了6.3%, 这是百分比例,刚才说的绝对数, 即是2019到现在6万8千的中小学生流失了, 单单去年一年是27000, 这些说明什麽问题呢? 任你解读,我可以没有解读, 而国人有自己是解读, 你说生活好了,能够周游列国, 那小朋友都是跟父母的,是吧? 你说不怕,我们有国内很多人填补这些位置, 所以不用担心的, 但是已经缩绑了。 所以整体这些,其实大家想思考一个问题, 大家都觉得在外国, 这个是广义的,是大家的定义来的, 在很多问题上,大家都不会否定反对, 但是你真的要一些实务的官员, 你不是意识形态先行那些, 或者只是讲意识形态那些,只是讲表态那些, 这些官员你可以给他们发挥, 但是要在一定的领域, 你不要在很关键的实务领域裡面, 去完全重用, 或完全由这些人士来主导,是吧? 我不否定他们有他们的贡献, 在宣传战、在对外斗争等等, 他可以有他们的贡献的, 但是去到一些经济民生, 以至管理的实务上来讲, 国内专家发现我现在所讲的这个趋势, 真的要多谢他们,是吧? 他们都是提醒, 他们不存在一个什麽斗争, 如果他们提醒国家政策要兼顾方方面, 面移而被人斗争呢? 这个就真是欲哭无虑了他们, 甚至上扶服何言,是吧? 大家都是想中国富强而开明的, 但是很多事情其他, 你想做,你想帮都帮不了, 这个来讲,只有, 唯有类千寒,苏东坡的词。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裡先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мир rowICH 物词 都